两年前台湾的信坛发生了一起丑闻 当时这名已婚的校长 他上网勾引了许多网友 发展出不正常的关系 他自己因此而遭到停职 不过现在他换了另外一个身份 变成了老师 将在八月到一个新北市的学校来教书 消息曝光之后 不但网友骂翻 连学生的家长也人性惶惶 两年前写信道歉认错 坦诚犯下诱骗多名女子发生关系的 网从校长邱贤隆 遭到停职处分两年后 竟然再度献身教育界 回国学校担任老师 今年八月就要到新北市某国小报道 消息传出后 学校家长相当震惊 外传这名网从校长 只要再到学校任教一年 就可以领到全额退休金退休 是不是教育单位包庇引起质疑 不过校方表示 任用教师并非学校权责 也会担心影响教学品质 引发家长反弹 因此目前倾向让秋贤农担任学校的行政工作 不会安排任何的教学职务 避免让秋贤农在第一线与小朋友接触 以法程序的部分 我们就是接受他调进来我们学校 往从校长回国学校教书 在网路上掀起舆论化然 不满的网友抨击 认为这个校长早就该停职 更嘲讽说教育界真的有够黑暗 还说台湾真的是太扯了 这样还能继续当老师 也不禁让家长担心 往从校长回国 又让校园安全出现疑虑 教家长怎么能够放心接受 中天新闻范记文 张静廷新北市报道